小红书的宝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佳哥今天的好物分享Vlog 不是Vlog Video 今天呢不是一个Vlog 因为比较短一点 我想说最近用到的一些好物 想一一的跟大家介绍一下 那第一个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个 就是我最近用到的这个洗发水 不太常见到 我也是不太常见到 但是好像在德国 已经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品牌了 它简称AB 这个是洗发水 这个是护发素 它跟我使用到的别的那个 洗发水跟护发素有点不同的是 护发素挤出来的时候 它是有点像一个面霜的那种感觉 它不太像以往用到护发素 好像比较乳状 然后流动性比较强 它是稍微有一点点干的 但是吹完之后 第二天的时候你会感觉到 特别的蓬松 就好像已经夹过那个蓬松夹 那个小玉米须 好像已经夹过一些在头发里面一样 所以想说给大家推荐一下 好 这个就是洗发水跟护发素 还有一个就是我可能会比较常去搜寻 跟常去找的一个东西 因为我觉得睡觉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像我的话我会比较注重枕头 然后我可能睡到哪个酒店有好舒服的枕头 我就真的直接会把那个酒店的枕头给带走 所以最近发现了一款还不错很舒适的枕头 这个呢是Sidanda的一个牌子 因为我除了录制以外 我经常可能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坐飞机 所以其实我的这个肩颈会经常的不舒适 我会经常去找按摩的地方去按摩 因为这个地方会比较酸胀 所以我对于枕头这个东西还是非常的敏感的 然后这个整个枕头它的线条其实跟我的肩颈是非常合适 就是它这个弧线这样正好卡住你的肩颈这个地方 它的这个四周是高的 大家看一下你躺下之后 我用点力躺下之后 它是会两边自然的往你的脸这边推的 所以整个包裹感就是很好 翻身的时候也不太会容易落着 我睡的这一款是6厘米的这个通用的一个高度 它可能一般枕头它是有稍微 有些人可能比较适应睡低一点的枕头 不太睡高的 那有些人睡中等有些人睡比较高 他肩颈才舒适 所以大家可以去找一下自己最舒适的那个高度 来选择枕头 这个其实也真的非常重要 然后它这个是白鹅绒的软软的 没有特殊味道真的 有的时候我睡到酒店的枕头 它会有那个鹅绒的那个味道比较明显 但是这个没有 接下来一个这个东西呢 就是摆在家里非常好看的一个 它没有任何的香味 but它很好看 就是这个 它的形状非常的特别 它就是一个外观非常好看的一个蜡烛 渐变色的 我觉得很多精致的这种小红薯们都很喜欢在家里 放一些比较有装饰感的一些蜡烛 还蛮适合那种摆在家里的一个 就是好看的一个摆件物 当有朋友来的时候你又可以点一点 它还有很多款其他的 你看这样 随便摆在家里 完美 最后一件物品呢 非常时髦 但是又有点艺术性的 这个小碗 是一个韩国全手工制作的一个品牌 它的每一个碗它的花露都不一样 可以当那个酸奶碗 然后也可以当自己吃饭的 盛饭的那个碗 或者也可以像这样 你一个人在坐在家里的时候 可以用来装一些水果 放在里边 它有杯子 它有这样子的碗 它的杯子也分大个的 还有小个的那种咖啡杯的那种 所以我就觉得 放一个这样子的碗在上面就很有质感 又可爱又调皮 but又有艺术感 我就想说给大家推荐一下 好了 推荐视频在这里就要跟大家说 待会儿 如果你们喜欢的话 一键三连 点赞 收藏 留言 再见 再见